大家好 欢迎准时收看6月21号星期三的 忍者无敌古魔力 我是主持人德宇 赶紧欢迎面面俱到的大人哥 摩尔头顾 陈坤仁分析师 蛋哥你好 德宇好大家好 你一定发现今天节目的开场不太一样 直接秀出了这张投影片 要祝福大家端午节安康 好那么端午节其实讲到的就是吃肉掌 然后滑龙舟 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个现象 其实最后真正能够夺标的龙舟 他一开始可能不是最前面的 他有时候都是在后面 然后后发先至 很多的投资朋友就在问 大人哥 这波行情真的来得又凶又猛又急 我可能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可能都没赚到 有没有可能在端午节之后 像那个夺标手一样后发先进 好的 德宇好大家好 我先上讲好了 因为我们昨天有特别跟大家提醒到 是说其实我的节目是预录的 因为今天6月21号礼拜三的下午 是我我们家小朋友的国小的毕业典礼 那怎么样我还是得去 所以这个节目是预录的 所以我会把一些重点放在 目前的操作的观念 还有就是很重要的就是 接下来是端午廉假的 你有可能在端午廉假的时候看到我们节目 那后续在6月底就是端午回来之后 还有就是7月开始的第三季的一些 操作的重点会跟大家做分享 那我们就一张图一张图来跟大家讲一下 最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先说明一下我们节目真的跟别人不一样 因为我们节目有一些数字会说话 甚至你会在我们节目看到一些 类似像是教学的影片 大人哥玩股 是的 大人哥玩股 然后你如果在其他的地方 可能用付钱负着贵三的钱去 去买了一些教学 你突然觉得就这样子 还付那么多钱 不一定使用 对 但是你看我们节目的话 你会发现什么期货不能说的秘密 看版指标的 然后抓那个精准的背离 对 除息行情 你看6月份是不是台积电用表帖席了 对 再来的话就是9月份再做一次 然后每一季做一次 轻松愉快 就是你不要 你就是 我不能说你不要买台积电 可是你如果真的做台积电的时候 你会发现说 原来用股票期货 你会有更好更高的效益 所以在我们节目里面 跟大家做分享的 所以记得把LINE加起来 然后Telegram加起来 然后YouTube频道 你现在正在收看的节目 把他订阅起来 这就是我觉得可以先跟大家做 很重要的一些关联沟通的地方 那我们就继续往下看下去 这个你应该最近听到蛮多人在说的 错失恐惧 是 那从今年的行情 我顺便切一下 导播先切完我的画面 我先把今年的行情给你看一下 好喔 来 这是 不要说这是今年啦 我应该这样讲 就是从去年的大概下半年开始 然后一直到了 最近的行情的话 你发现了 我们之前跟大家说过有没有 就是你有看到这个很漂亮的三重底吗 对 我就说过了 这个三重底叫做是 绝望中诞生的行情 它再也不会回来了 你不要再有期望说什么 如果可以回到一万三千点 一二六八二 一二六一九 我要用力的买 我一定重压 不好意思 没有机会了 哇 那现在的行情的话 就如我们最近跟大家提醒到 叫做是半信半疑中成长的行情 嗯 何谓半信半疑中成长行情 也就是 有那个不一样的东西出来了 有那个checked GDP出来了 AI 哈 Microsoft也创历史新高了 Apple也创历史新高了 AMD也想要来调整王者的地位了 挑战王者的地位了 那个特斯拉也连续涨13天 然后呢也创下波段新高了 哈 别人都在买了 我还占空手 对 怎么办 对 然后呢 那个Costco在涨那个什么 卫生纸的时候 你要跟着去抢 然后呢台股在涨 你看这已经涨了两三千点的行情的时候 啊没跟上 然后呢 现在股票 手上股票抱着一堆航海王 啊这就是有可能 你正在看我们节目的你 或者是说 最近错过这波行情的你 可能在遇到的问题 这就是我们所说到的 错失恐惧 那如果这个时间点的话 请你务必 把我们的节目继续把它看下去 因为我会跟你讲 如果你真的有这个恐惧症的时候 你怎么样避开这个问题 你怎么样避开追高杀低的这样的一个现象 所以我觉得今天节目真的很重要 我觉得虽然是放在那个端午廉价 可是你今天一定要把我们的节目给它看下去 来 继续看下去的时候 请导播再帮我切回到这个头的影片 最近这几天的节目 或者是说最近我一直跟大家提醒说 你千万不要看新闻做股票 你千万不要看外资的那个什么什么 买金报告卖出报告就在那边就恐慌 因为我告诉你 这一波请你盯着NVIDIA看 为什么要盯着NVIDIA看 讲的很简单的原因就是因为 今年的行情绝对是从NVIDIA带起的 回答它做了什么事情 它做了一件事情是 深层式AI Open AI 几乎每一家要发展AI的过程之中的话 都必须要跟NVIDIA买它的伺服器 NVIDIA它从GPU这边切入 这个是对的策略 因为它现在已经是整个 全球的AI伺服器的王者的领导地位 对 那我们之前跟大家说过了 你如果听新闻跟你说 NVIDIA好贵喔 本益比200倍 这里你要小心 我告诉你 那是错误的观念 那你可以看一下我们这几天的节目 前一阵子的节目 我都有跟你讲到一个重点 就是说从这个缺口 就是在所谓的NVIDIA 它发布第一季的季报之前的本益比 新闻告诉你是180倍 我告诉你那是错的 因为它看的是过去的获利 但是我告诉你 如果是看今年的获利的时候的话 它其实是40倍 40倍 严格说起来 不能算便宜 但它并不贵 因为它是一档成长股 然后呢 当它在公布今年的第一季的获利 并说出它接下来展望的时候 它有一个跳空的这样一个动作 你有看到吗 一个跳空的缺口 对 这个跳空缺口大涨了二十几% 你去看一下 二十几%之后的话 好 新闻跟你说 好恐怖喔 200倍本益比的回答出现了 对 居高思维对不对 错 因为我告诉你 它其实跳上去之后 它的本益比还是40倍 对 为什么 因为目前为止我告诉你一件事情是 回答它把它今年的第二季的获利的数字 营收的数字从原本的法人在预估的叫做是71亿美元 往上修正到了110亿美元 而且它说他们接到了一个难以置信的订单 然后呢追着台积电跑 然后台积电 对 然后台积电前一阵在开股东会的时候 我也说过 那个台积电的股东会啊 竟然把它当作是法说会来开 9页的研究报告 对 然后呢它也讲出来说 我们被回答追单 然后呢我们产能不够 我们当初在预估所谓的深测试AI的时候 真的有把它估说 真的有可能会优于预期 但是从来没有发现说 它竟然是一个这么样大幅成长的动能 对 所以我们的产能不够 然后呢结果它说 因为我们这样子的关系 所以赶快去跟那个什么COWAS 那边去做追单的动作 所以你会发现说 最近的那个COWAS为什么变标股 原因就是台积电报标股啊 原来如此 对 所以这就是告诉你说 跳上去之后的回答 只有40倍分一笔 因为它的成长动能是大家超乎预期的 然后呢 现在目前台积电是一个 是一个依然有成长动能的台积电 因为它说下半年恢复成长 明年的话迎来一个更大的一个成长动能 然后你就发现说 就一堆的股票 飙啊飙 涨啊涨 再也追不回来 然后呢 好恐慌哦 别人都涨了 为什么这个时间也没涨 这就是错失恐惧 这就是FOMO 这就是有可能正在看我们节目的 你现在目前的一个心理的想法 我不想得这种病 我想赚钱 好 那我们就继续看你要怎么赚钱 我就说了 当现在目前的行情 你看NVIDIA在创新高 然后呢 Microsoft在创历史新高 然后呢 Apple在创历史新高 然后呢 AMD他说我也要发展 我也要发展 那个生产式AI 所以我们有新的 新的那个什么300 密300还是什么东西 他也出来了 嗯 然后呢 特斯拉也跟着上去了 然后呢 这个行情叫做是创高之后的拉回 我讲过很多次了 请你认清楚现在目前的情境 叫做是创高拉回 还是空头的破底 如果只是创高的拉回 你就应该要做好 手稳 然后呢 转强去买进 或者是说 错杀 超跌 你要勇敢去买进 如果真的哪一天 叫做是崩盘了 我告诉你 我跑比你快 然后呢 我会赶快叫你赶快跑 然后呢 我会跟你说 恐慌来临 你要好好守住你的资金的部位 那那天是什么时间点 我告诉你 我今天讲这个 这个好像我们之前 没跟大家讲过 我告诉你 当NVIDIA崩盘了那天 或者当NVIDIA 走空的那天 请你赶快跑 因为那天来临的时候的话 会杀的一个 就是会有另外一波的 那种所谓的空头的修正 那个行情来的时候 请盯着我们的节目 我会告诉你 所以那个 我们的频道赶快订阅起来 对啦 我们的团队 也就是 就是跟着我们团队的话 你就可以更安心的 然后呢 不用担心这些问题 那如果你没有 没有跟上我们团队 如果你这个事情 你没有跟上这一波大行情的话 就先把我们的频道订阅起来 然后把YouTube频道 把它订阅起来 因为真的好多 LINE不要加起来 对 因为我们真的讲了很多很多的观念 是你绝对在别的地方会听不到的 甚或是说你在别的地方可能会听到 反指标反效果的这样子一个部分 所以请你盯着我们的节目 盯着NVIDIA 盯着这些指标股 那我们就继续跟大家分析下去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 这是刷图的 因为在我的LINE跟Telegram 有完整的Excel版的 叫做是2023跟2024的 上市柜的获利预估表 那我再次重申 这张表真的很重要 因为我这样讲 你看NVIDIA 也在看未来 对不对 所以我们自己的国内的台股的话 也在看未来啊 谁在管你上半年有多差 我们在看的事情 法人在看的事情 或者说市场上面聪明的 在看的事情是下半年有多好 甚或是明年有多成长 所以重点来了 这张表 我为什么要最近要把它分享给大家 原因就是因为我要告诉你说 其实目前为止有好多的公司 好多的个股 值得你去做一个深思 去做一个探究说 目前股价是便宜还是贵的状态 我最近最常举例的是这个 你看 力旺接近2300块对不对 那明年的获利的话是26块对不对 这是EPS预估 明年2024 然后去除下来的话 87倍本益比的力旺 贵不贵 我老实说我不确定它贵不贵 但是我告诉你 这两档叫便宜 市新和创意 1800 1600 明年赚58跟37 比力旺多 赚的比力旺多 结果股价比力旺便宜 所以你就发现说 为什么最近的市新跟创意 能够往上去做比价挑战 那个力旺的位置 这就是重点了 所以你在看这些相关的重点的时候 你会发现说有啊 就是这样的一个观念啊 台积年也是啊 台积年今年31块32块 明年的话恢复到39块 然后呢它的受惠的股票们 就会开始做轮动去做一个 就是它只要抱你一档 抱你一个QAS 然后呢 红色也飙 然后什么星云也飙 然后万润也飙 对啊 然后呢我顺便再跟大家说 你看像一些联发科好了 它明年的话也会恢复成长动能 所以你会发现说 其实最近除完息之后的联发科 我相信会有一些低阶的买盘 去做一个进场的这样一个操作 这就是跟大家说过了 从现在开始 请你去看明年 从现在开始去看第三季 从现在开始不用管上半年有多差 然后呢看所谓的下半年有多成长 的这样一个观念 看未来喔 是 所以如果继续推导下去的话 好那我们就继续讲到一个重点 就是说 好那上半年 那个绝望中诞生的行情 我就说不会再回来了啊 然后呢现在这个时间点 要是趋势成长的股票的话 当然是依然是持续看好啊 那这个时间点的话就是说 你要好好的把握说 哪一些成长股票 那在拉回首稳 真是错杀的过程之中 然后呢好好可以去做一个逢低 去进场 去做操作的这样一个动作 你不要因为FOMO啦 然后呢就去追高高的 你看 哎那个 你不小心追到那个创意的 除息那天 秒天息那天的话 你会先下来之后才创高喔 当你现在赚钱 只是你为什么不买在 手稳之后 或者买在所谓的错杀之后 买在新闻给你乱爆恐吓你之后 的那种低点的地方 所以这个操作观念 是我们最近提到的拉回首稳转强 或者是说错杀超跌 你要好好的那种留意 所谓的趋势成长股的买点 这样一个部分 所以如果从端午节后 然后到了所谓的第三季 下半年的操作的重点策略的话 那给你看这张比较属于 那个总结的这张投影片 但是你如果发现说 如果你是长期看我们节目的话 你会发现说 诶 端午节你很混 因为 你都没有改喔 直接贴过来 改一下标题 是是是 有啦 有改标题 有啦 有改标题啦 那你先看一下啦 来 不要听新闻跟你讲 乱讲乱报 但没有端午节变盘 因为前一阵叫做端午节洗盘 那后续的话 依然是有第三季的景气复苏 温和成长的部分 然后呢政策力多 这我真的没有改了 不好意思啦 趋势成长啦 库存条丸啦 那这个就会是在 下半年的操作的重点 为什么会这样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告诉你 今年真的资金很有限 它不会全面性的拉抬 它只会拉看好的族群 你看好的股票 所以如果有一些那种 所谓的今年不成长 或者是说今年没有利多 或者说今年没有题材 的族群的话 它就真的不会被资金的青睐 所以你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就是我们之前跟大家说过的 什么绿能重电啦 生计啦 然后军工啦解封啦 然后呢 对啊 这个就是属于政策的嘛 那题材这么样的丰沛 我就说了 9月份才 航泰国防展 前几天那个军工就在飙 所以真的资金在拉你不敢拉的东西 在拉你不敢拉的族群 在买你不敢买的这种股票 然后7月底的话又有生计展 10月搞不好又要店价涨 你看那个什么中芯店 又莫名其妙又创高了 对 当然它创高有上引线 所以上引线这种股票的话 不是你该去做追加追高操作的这种个股的部分 阿董哥 你说那么多 彩蛋 好 彩蛋 你不是节目一开始就说 端午节要送彩蛋 好 对啦 好 既然讲到这边的话 彩蛋应该放最后才有讲的吧 因为肉粽吃完了啊 好来 可以立蛋了吧 端午节 好 OK 我们刚刚前面跟大家说过了 就是现在目前的操作重点 跟一些你要关注的事情之后的话 先给大家这个来3Q 5够赞 5够赞 对 为什么要特别讲这个观念 原因就是因为 既然你已经看我们节目了嘛 那你想说到底有什么股票可以买嘛 那你就第一时间来把我们的LINE 把它加起来 那你如果看到的时候 加好之后的话 你就可以在我的LINE 这边看到这五档 精选的个股分享给大家 我们LINE的ID在那个下方 有没有 小老鼠DAREN888 是 所以你可以在那个整个端午节的期间 那把我们LINE加起来 那我就会送你这五档的精选的个股 所以 如果你之前错过了 创意 我们看翻倍有没有 然后广达有没有 翻倍有没有 然后三富会会教你过 你如果用那个K值顿化的话 其实你也可以找到一档翻倍 就是 第一季赚2块 然后熊市赚1块 然后呢 只有60块 当时 当时只有60块 熊市却有180块 那怎么样都要比价跟上啊 没错 就是我说过的啊 你看创意只有 创意可以赚40块 怎么可以输给力旺 所以你就会发现说 其实有一些观念 就在我们节目里面 跟大家做过很多很多的 这样的观念的理清 然后法人的看法 反而视为理解的操作 所以 来 那但是我也要重申一句话 我这边特别讲一个问号问号问号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这样讲好了 我们之前分享好的股票给大家的时候的话 我常常遇到一些责难 或者是常常遇到一些 murmur 为什么这样子 一些抱怨 不太好意思说 不太好意思抱怨 但是我们来讲一个重点 就是你记得 你之前拿过我们的股票的时候 有没有拿过圆太 有 满鱼饭 对对对 满鱼饭 最近不是大家都在讲满鱼饭 满鱼饭吗 来 这里给你看一下圆太 圆太 如果你拿到我们的时候的话 你可能会吞一根跌停板 为什么会吞一根跌停板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跟你说过了 因为法说会的关系 他说 我们 愿意让利给客户 所以我们那个毛利率 目前看起来是比较偏高的 结果新闻就跟你说 圆太说自己毛利率太高 啪的一根跌停板 外资报告说 那个看坏圆太的长期发展 毛利率衰退 啪的一根跌停板 是这样吗 我那时候就跟大家说过了 他就是一个错杀 他就是在那一次法书会错杀之后 打出来一个底部到170块 到现在你看到240块的圆太 我告诉你他是好的股票啊 我也把它送给大家啊 可是因为新闻的关系 因为外资的关系 所以他有那种低点的这样的关系 就有些人 就砍在低点之后 就来跟我 跟我说 那个段哥你送这什么圆太 结果你回来看 人家创新高雷 对 所以再次重申 再次强调 我送你股票的时候 我真的是真心诚意的送给你的 但是我再次重申 因为基于法规 基于会员权益 我不能在我们的节目 或者是说在我们送股票的时候 跟你说压力在哪里啦 买点在哪里啦 支撑在哪里啦 然后顺便再给你看另外一档个股 你一定拿过的股票 是这个这个这个的 来 是谁 大家开始现在在想了 普瑞 拿过我们的节目 有拿过股票 一定拿过 然后呢 你可能在这一根 你看这个是什么 你会发现 M头 破底 然后去停损 结果呢 创新高 1200块给你看到 然后为什么会这样的原因 就是因为 他开了法说会 他跟你说他上半年不好啊 然后可是他下半年有成长动能啊 结果 新闻只跟你说上半年不好 啊景气还在调整 然后就这样就跟你下去 可是 没有人告诉你 他在看的这件事情是 他有接到高速传输的订单 他有接到苹果的订单 他有高的成长的动能 结果呢 你可能因为 你拿到了我的股票 然后结果去杀在那个破坏的低点 我跟你说我们的股票 很多 我这样讲好了 我的股票没有天天涨停板的 我的股票的话都是比较偏向于波段的股票 所以为什么要说 你可以把我们的股票把它拿回去 但是拜托你一定要颜色好你自己的一个 停损停力的原则跟资金控管的原则 那我们的团队的话一定都知道 所谓的 买点跟哪里 卖点在哪里 如何去做所谓的资金的配置 所以 有时候我还是要跟大家提醒一些 那个相关的观念 就是说 我们新的布局的个股 那 一定会带着我们的团队 找到最精准的 拉回收文转墙 甚至是挫杀抄跌的那个地方 我们去做加码动作 那我们看好后续的一些个股来 AI的 车用的 政策的 这些股票我们会一档 然后一档带着我们的团队 来去做操作 而且这种股票很厉害你知道吗 前面的创意已经翻倍了 然后广大已经翻倍了 然后那个三副已经翻倍了 已经是 那个跑得一点累了你知道吗 后面这档个股叫什么 挂那个挂POWER的 TURBO 对 这种大支的股票 到时候喷给你看 所以这个是我们目前正在做的事情 那这就是我们团队 现在目前正在一档 接着一档 来去做布局的动作 那当然 实践关系我们就不跟大家讲太多了 因为毕竟这是端午假期期间 你一定无心看我节目 你一定都在 happy happy 那个玩玩玩玩 对不对 所以 如果这个时间点 你不知道你的股票如何去做操作 那不知道如何去做 我们所说到的持股见诊太会换墙 如何去看明年的成长动能 或者是说 真的明年就不成长 你就别别在那边撑着了吧 你就好好的 那个 趁着这波 所谓的行情正在转强 正在复苏的这个初期 然后呢 用所谓的持股见诊 然后呢 用所谓的太会换墙 那用所谓的 不要再追求党党翻倍 你该追求的是 一档股票赚三成 从100万变成130万 然后呢 再从100万再赚三成变169万 然后呢 再从169万再赚三成就可以变200万 那就可以翻倍了 所以这样的观念 就是我们现在目前正在布局的 正在规划的 正在断着我们团队 一档一档赚三成 然后呢 三档就可以翻一倍的333的翻倍的计划 那趁着端午廉价的期间 那我们依然有非常非常热忱的 直击的同仁 帮大家接通每一通来天 如果你真的不好意思的话 你也可以加LINE 然后私讯来 来跟我来做一个相关的洽询 那我们再把这个333翻倍计划 然后呢 带着你去做持股见诊 才会换墙 那好好的把第三季的多头行情 把它转起来 那就以上就分享给大家了 所以当然这个LINEX 赶快把它加起来 您可以扫描荧幕上头的QR Code 或者输入我们的LINEXID 小老鼠DAREN888 小老鼠DAREN888 那么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呢 赶快把2023年到2024年的 这个上市贵公司法员获利预估表 下载给它带回家 不要忘记咯 这份表格大人哥会随时 不再也会随时更新哦 那么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把我们的3Q5告赞这五档标股 给带回去 那如果不知道怎么样掌握买卖点 怎么样操作 甚至您手上目前的持股 有一点让你困扰的话 加入我们的股魔力团队 先做持股见解 开若换墙 接下来333翻倍计划 一档股票 赚三成三档股票 让你翻倍赚 我们一起继续 掌握端午节后的大好行情 感谢您的收看 也再次谢谢面面俱到的大人哥 摩尔头顾 陈坤仁分析师 谢谢大人哥 谢谢 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按赞 订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 你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 影片的上片通知 要获得最早最专业的 韩式提醒 和更多的精选个股分享 请加入我的LINE 和Telegram官方账号 ID是小老鼠 DAR1N888 谢谢大家